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AD就是对输入 偏差进行比例积分 微分运算 运算的叠加结果去执行机构 P是表示比例 I是积分 D是微分 PAD的表述是那么简单 但是应用的范围确实无比的广阔 从所谓的控制到神奇上天 从空调 昏控到导弹制导 从能源化工到家电环保 从制造加工到航天等等 如今从生活到工厂 方方面面都有它的影子 脚脚落落都可以看到它在发挥作用 PAD控制器 问世之间已经有见一百年的历史 它与其结构简单 稳定性好 工作可靠 调整方便 而成为工业控制的主要技术之一 第一 我们先看一下PAD的控制的框图 在工业生产中 常需要用闭环控制这个方式来实现 温度 压力 流量等连续变化的模拟量控制 无论使用模拟控制器 模拟控制系统 还是使用计算机 包括PAD的数字控制系统 PAD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如图是并平衡压供水压力控制的PAD控制框图 在这个框图中 目标值也叫设定值 比如说要设定压力 供水的压力是0.4兆帕 反馈值的话也叫实际值 比如说供水管道的实际水压 偏差是目标值与反馈值的差额 这个差额送到PAD运算处 处理了以后输出驱动执行机构 比如说变变器等 在这里这个执行器是电动机或是变变器 控制对象是压力 变送器是把压力转成电量 反馈的输入端 系统以管网水压为设定参数 通过PLA-C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从而自动调节水崩电机的转速 实现管网水压的PAD闭环调节 设定供水系统的压力目标值 当用水量增加的时候 管网压力变小 经过变送器转换输出反馈量 PV也会变小 反馈值 PV与目标值变成比较 偏差就会增大 经过PAD运算 输出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就会升高 水崩转速会加快 供水量相应就增大 使得管网水压升高 供水压力也开始上升 使之为到我们的目标值 维持压力不变 系统处于平衡状态 如果用水量减少的时候 频率降低 水泵转速减慢 供水量就减少 恒压供水这个实质是为了满足用水流量的要求 因为供水管道中水压的大小 与供水能力和用水的需求 最终会繁衍着水压的变化上面 所以通常是用水压来间接控制水流量的大小 只要我们保持供水管道上面的压力 也就保证了这个管道中的供水流量与用水流量的平衡 也就达到了恒压供水的目的 下面是PED的基本公式 其中KP是比例系数 TI是几分时间长数 TD是微分时间长数 ET是偏差 在实际中 PED运算是要定时采集数据的 所以要把上面的公式进行离散化 PED算法离散化的公式是 PED调节各个单元的作用 是这样的 第一 比例单元P 这是成比例的反应控制系统的偏差信号 偏差一旦产生 调节器立刻产生控制作用 以减少偏差 其分单元I 主要用于消除净差 提高系统的无偏差 积分作用的强弱 取决于积分时间长数 TI TI越大 积分作用的越弱 反之就越强 第三 微分单元第一 能够反映偏差效的变化趋势 并能在偏差效的值变大之前 在系统中引入个有效的早期修正的信号 可以克服 惯性之后加快动作时间 上面讲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